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楊佳龍 今天星期三的時間 每個星期三的七點鐘到八點鐘的時段 我把跟各位荷包有關的議題都擺在這裡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來賓 美國右上成長基金的經理人 其實他就是負責人 缺右上 歡迎 小董好 大家好 自從我有了缺右上之後 我就常常利用缺右上 反正我甚至覺得缺右上根本就不用我再藏 他自己講一個小時風風光光熱熱鬧鬧的 而且訊息量非常豐富 那都沒有問題 我相信許多人在聽缺右上 在解讀一些財經理財的一些觀念問題的時候 大概都得到很大的啟發 好 不過今天缺右上 這是他自告奮勇 他想要談一件事情 就是年輕人的第一桶金 當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書出了沒有 還有 還沒有 這次是影音課程先輸在後面 OK 好 那影音課程怎麼看 影音課程的話到時候就是現在錄製完了 他在剪輯當中 可能我估計可能在10月會上架吧 上架的話大概就是這次是透過知識衛星的合作 所以這個是要付費的 這個要付費 大概剪輯下來可能有5到6個小時 拍了花掉了我快30個小時 這個剪輯剪輯的 而且這個 但是我是這個當時的這個小編啊攝影啊 聽完之後都有感覺那因為我想他們的現場聽都覺得有收穫 我想可能是有因為第一桶金對對年輕人太重要了很多人的迷思 我是很佩服你的 因為我自己是整天講話的人 我覺得講話非常累 所以你知道我花很多時間去推人家對我的邀請 哪怕告訴我說啊這個就是說出席費很高啊通貨費 我通通推我不要我已經很累了 好但是呢缺乎上還有那個熱情啊 就是除了自己的本業之外 分享了自己的就是說 他我我一直覺得缺乎上是讓我讓我覺得我身邊的人裡面很有誠意把自己的投資或者說致富的心法就掏乾掏肺願意跟大家分分享 當你終究會發現就是說你聽一個大師講話就不表示你就是可以把跟那個大師的操操作呢走一遍 裡面還是有很多的細節的部分是需要一些經驗的累積的 不過最少知道一些一些主要的思維能夠調整自己的思維這個呢是重要的那個是一個一個無窮無盡的功課 好那這本呃 因為接下就這本書或者說呢 即將呢要上架的這樣一個影音的課程 他在告訴你就是說呢 年輕人如何存到第一桶金 過去在我們的年紀來的來講 你知道在我們我們我們這年紀的肯肯定一個人很有錢啊 就這個人是百萬富翁 對對對對對對對 那時候叫百萬富翁 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肯定這個人很有錢啊百萬富翁 那個走走路就就就有風了 現在百萬能能能幹嘛呢 對所以呢缺口上講的第一桶金呢就不是一百萬要多少才算第一桶金 我把它定義三百萬 三百萬台幣三百萬 我們出國那時候一百萬嘛你看三十幾年了還還停在一百萬 幣子都貶得不知道哪裡去了 三百萬有他的意義 為什麼要定三百萬有他道理的 你看三百萬啊 如果拿八趴以前前一陣子有二十二K嘛最近到二十六K啦 那如果三百萬你八趴的話兩萬四 九趴兩萬七 就每一年你從這裡面提領啊 大概相當於一個人 不吃不喝啊 就是你等於是有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了幫你拎包包了你的人生道路上的奮鬥啊 就就就不一樣了你知道很多人嗎 你看嘛 呃我們目標是八年半到九年拿下第一桶金 但不一定是每一個人達得到但我們設定的目標就是這樣告訴你 我說如果你要就一定可以做到那就簡單如果我二十二歲大學畢業 我我我如果達到 缺油上所期待的那個最好的狀態我30歲左右 這個第一桶金三百萬就有機會的 差不多要對八八年半到九年了晚一點的話10年11 太拖太久就代表你的理財那是沒有人指點那再浪費時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碰到很多設置40歲人到現在都沒有第一桶金 嗯沒有第一桶金他不知道 他知道問題在哪裡但又不知道問題怎麼去做 呃我會去分享這個東西是有一點不捨 我早就脫離第一桶金那個階段 嗯我們的客戶來這個 不知道是有幾桶金的我常半開玩笑講 你沒有第一桶金啊 你基本上你的 你人生除了奮鬥以外你還有很多的 困難啊碰到的時候你會覺得很 很怎麼樣呢很沮喪的 你光光要處理有多問題我看我們你看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的身心靈啊 啊這個很多人呢這個賺了錢但是錢賺的算還可以但是他沒有那個概念了解 但第一桶金對他有多多重要 所以他一直為工作啊在在奔波啊為工作他沒有不了解資本主義 你設運轉的一個機制 我常半開玩笑講如果說你沒有第一桶金 你在站在銀行大廳裡頭喊 他說哎呀有誰可以幫助我拿第一桶金 警衛可能走過來說哎先生 你走錯位置了 對吧 你要的 不是在這個地方 你要找第一桶金 沒人能幫助你 可是你要站在大廳裡頭喊說 有誰可以幫助我我現在有一桶三百萬的錢有誰可以幫助我處理 可能很多人就走進來 你 李磚興奮了 興奮了 來來 先生你這邊請貴賓室請 你要紅酒還是 你馬上就可以到貴賓室了 你是要紅酒還是咖啡 前面那個人沒有三百萬的時候是Nobody 嗯這個時候你一喊可能畢業Sumbody 嗯哎有人對你有興趣 其實你只要在你的戶頭裡面呢有三百萬的賢賢錢 就是呢一般的一般的就說呢存存款 你的那裡章就常打打電話給你 是問題就是我不捨得就是你有三百萬的時候很多人都想照顧你 嗯偏偏是你沒有三百萬還沒有到那個就是爹不疼娘不愛 嗯 我剛好就做這個就變成是那個因為有點不捨 很多年輕人我覺得也算相當勤奮 嗯 然後你知道我們當年出國的時候 嚴格講起來是辛苦的 嗯 可是我們有目標然後 你不會覺得 那麼那個但現代年輕人我坦白講就是我的回頭看覺得是 無力感比較重 嗯 面對著全球競爭 啊面對全比如說我現在 是我這個姐姐在吉美附近我看一大堆越南啊 那邊都變越南村了我看相對工作態度來講那沒話說人家就是越南 他就是 他們是來賺錢的 對 所以他他真的比我們拼啊 拼啊拼 所以 但是你不要看喔 現在好幾個 我看那天變得有幾個是越南 有了錢之後他開始點了個店 嗯 沒有錯啊 請台灣的人幫他幹活了 就開店啊 對 他們開館子啦 賣賣法式麵包啦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越南什麼米粉啦 海粉啦 河粉啦 對啊 可以請台灣的 對 當地的幫他打工 他們創業動機很強 對 一旦他掌握這個資金有一點技術資金之後反過來 嗯 那這個是 我的意思的 但他也要先搶到那一桶金 對啊 他一搶到那個不一定是300萬 有一點技術有一點的時候他可以反過來當老闆 哎開始是他買你的時間了 嗯 所以 那我們講好我當我在這本書裡頭 但書還沒有出來先談是 影音課程就有一個故事也蠻感 蠻我碰到太多了 甚至有一次上電視節目 那他們在談這個第一童我說我的定義是300萬 那女主播聽了嚇一跳他說連我都是 在你第一童嗎 是小吃醋 對啊 那為什麼百萬年薪的沒有第一桶金 嗯 我就講因為錢 愚弄了他們 你說這個知識重不重 我講給你聽 為什麼百萬許多我還碰過 有些律師啊 這個工作的七八年十年手邊真的還沒三百萬可以投資 10年了律師喔 會計師 人家講我都有點心虛了 好 主播 主播 所以我那個標題就是 為什麼美女主播沒有第一桶金 答案是錢愚弄的人 第一個你可以這樣想 我就舉我曾經舉我一個例子 這個越南的外配跟我一個 同樣是我同學的小孩 兩個都是我同學小孩 一個呢在美國的時候呢 在研究在在人生的這個職業的時候 面臨一個抉擇點就問我啊 叔叔 我應該是考會計師好 還是考 財務那個叫 特許叫做證券分析師 美國的證券分析師叫CFA 蠻難考的 大概要原則上一般正常三年 現在 改了之後可能快的話可能兩年或兩年半 他考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統計學經濟學 會計學財務管理 嘎嘎嘎嘎的法規 一個階段 過了第二年再往下延伸 還是一樣的內容往下延伸 第三個階段可能要你要算公司的英語 這個執照 全世界假如我沒有記錯 幾乎通用 那個執照拿來台灣 換台灣的 執照 都不要再考試直接換 你說會計師 不是證券分析師 證券分析師 他用英文的 英國的那個charter 他不是用certify certify是CPA 叫certify public account 他是用charter financial analyst 這個 這個在美國大概 大部分的基金經理人 通常會有這個資理 含金量比較高 考過的人 比例來講 比會計師少 那第二個是會計師 他也知道這個含金量高 所以他從加州 飛到美東來找我的時候 我們就一兩天相處 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就聊 聊完之後我就想 這樣子 你已經念會計研究所了 都已經快接近了 乾脆 你就 先取得會計師資料 因為 財務分析師 裡頭用到很多 會計分析的概念 那你就乾脆取得這個語言 先取一個資料 真的你有心呢 你再 再往那個方向走 我說先拿一個 那對你來講 因為你 你現在要轉彎去考那個 要三年 不一定 不一定馬上拿得到 那你會計師努力一下 結果他就 研究所一考完 大概 半年一年 就拿少資料 回來台灣工作 那就 但是呢 我知道他非常忙 幾乎是被那個所謂叫 Paper 就是 這文書作業 可能可能要把它 用翻 好那 有一陣子他追蹤我 怎麼投資 他學想學投資 好這是一個例子 我就在這先聽住 鏡頭切換到我另外一個 同學的 小孩上 都是我同學小孩 這同學小孩呢 當年這個 念大 專大學的時候 想去這個 單車 摩托車 重機 也不是重機 那時候還買不起 就摩托車 就在一個 在南回公路 這哪一帶的時候 一個回 一個轉彎的時候 可能 沙十多 就滑倒 就被 卡車 這個 好像是 創導 就整個 手臂 一遍就 差不多是 癱瘫 差不多 那個 就 這個 我以前 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的神經有集中在那個位置 叫神經蟲 素蟲的蟲 他東 那個一下雨的時候 他雨還沒下 他就已經 感受到那個放電痛 那當然 有一點理賠 有點金額 賠了大概一兩百萬 可能有 就是保險 爸媽就擔心他的未來工作 他就靠一隻手 進來做理 那大概 結了婚 就是 就是 越南來的一個女孩子 在 台灣這個 醫學方面的 這種生化的 塑使 有一天他打電話說 老師我要這個 再放一點錢 5萬美金 我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 這麼多人他說 是老婆的嫁妆 我說老婆嫁妆不可能那麼多 他說我也贊助了一點 就老婆的嫁妆 加上他 他給人家 基本上湊了5萬塊美金 對對 那剛好是 新冠肺炎 剛結束 我 那個基金被 打的趴在地上 我說現在我被打的趴在地上 你怎麼敢投資 他說我看你以前 2000年你也摔一跤 我看你也回來了 2000年把你摔一跤 你的基金摔一跤 你又回來了 他說我猜你這次摔一跤 還會回來 買到非常低點 那個低點真的是趴在地上 我記得那時候一股大概 好像是4塊3塊多4塊的 嗯 我說你真的有這個信息 那就錢就會進來 好 然後呢他開始看投資 那一陣子的時候上去呢 大概 就新冠肺炎我的那個基金剛好表現不錯上去 這5 你看5萬塊錢 是150萬 我那時候記得他大概 最跌峰的時候可能漲了快快三倍 那就算兩倍好了 300萬 第1種金額 已經超過了不止300 那我們就算多的話可能到700多 其實7800 300600應該在700 我們就用750 包括750來講 750你現在看 如果說是以放在台灣的0050 就台灣50大家企業 每年大概7% 好的時候10% 7% 7749 小腦多少錢 5萬塊 5萬塊 就說這個錢是他出了自己的工資 他的年薪裏頭 現在去 剛研究所畢業吧 大概這個 3萬多4萬 4萬好了 台東 那個自己也頂好過的 每天這個 5萬塊在台東 可以過 還不需要5萬 我現在講的是 這750萬 他假設他4萬塊薪水好了 他不一定存得下來一半 不一定存得到2萬 能存到 坦白講 3成 1萬 就不錯了 你看這邊是5萬塊 相當於他的工作 幾個人 3個分身幫他工作 的 近 近所的 是 我這樣講 你有聽懂 750萬 7%的話 你差不多5萬 高5萬 那你 做 工作4萬塊 你可能存 30%的話 已經不錯了 1萬2 那邊5萬是1萬2的 4倍 看到沒有 就說那個 那個750萬不是不幹活 他頂幹活幹的怎麼樣 很好 好 我這個同學一對比 你看 我這個同學的小孩可能年薪10萬 月薪10萬 那年薪就算120 好不好 120 可是你看120 他是 台灣話叫做 你看忙的 裡頭 他100萬 一個月10萬塊 他還不一定存得下5萬 3成好了 30 3萬 我那個同學的小孩750 已經產生的一個分身 跟他一樣 你看到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覺得 一個 4萬塊 3萬多4萬塊工作的人 因為那筆錢進來之後 產生的動力以後 賺的錢 幾乎 存下來的錢 已經不輸給我另外一位 同學的小孩 有意思吧 當然 對 就是 年年年輕人 對啦 我覺得全 全怕少年 就是年年輕人 別的沒有就有本錢 你的本錢就能時間 可是 也因為有 有時間的年輕人的 有冒險的條件 那這個冒險的並不意味著 你在你在 你在爭取你的第一桶金的時候 可以任意的回 回揮 準確度的非常的重要 觀念非常重要 你在你在30歲以前有第一桶金 跟你在40歲有第一桶金的那個差別是非常非常大的 對 非常非常大30到40歲 對你一生來講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轉折 後半輩子怎麼過 大概呢 就看了這10年的時間 可是你要在30歲以前的做好準備 不用靠你的爸爸媽媽 也 就算你的前半你你之前的書念的不怎麼樣 這些的都還不見得是絕對的 重要是呢 你在 你的20到30歲這段時間了 你的投資心法對你的金錢的處理了 到不到位 好了 今天呢 在我們現場的缺右上 美國右上成長基金的經理人 那他的 他的書呢 之後會會出來 就是如何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華爾街操盤手的第一堂的財務規劃課 書還沒有出來以前呢 當然你要聽缺右上講課的話呢 他已經錄了錄了這個 就是說呢 視視頻 好那這個視頻呢 是收費的視頻 好那剛剛有提到要在哪一個頻道看 知識衛星 知識衛星 這知識衛星要怎麼樣去訂這個知識衛星 這個大概他到時候會有一個報名連結 那就可能要到他的 官網 官網裡頭 OK就能夠取得連結 對啦 其實現在呢 需要付費的 或者說訂購的 這些視頻 包括我在 我像我在幫朋友 他們訂高爾夫球的 籃球 那個呢 都是要付費的 好那你可以先看視頻 那書之後出來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看 都還沒有的時候呢 你可以聽現場的缺右上講 來進廣告 回頭之後繼續訪問缺右上 好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譚家龍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缺右上 那請缺右上來呢 就是 除了除了在在過去跟他談的一些的投資理財之外呢 他特別針對年輕人 我說講年輕人說的你大學畢業之後呢 進了社會之後 你一定要有一個警覺 就是我相信每個人都告訴說如何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可是那個第一桶金呢 只是你人生的啟動點 而不是終點 不要以為你存了一百萬之後呢 從此之後你就可以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好就簡單的計算的都告訴你 如果你有七八百萬的話呢 你大概會會開始 擺脫那種的 就是說沒有工作會很恐慌的那種的感覺 只要你有七八百萬 然後你在一個很準確保守的投資裡面 你每個月安穩過過日子大概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並不是就僅止於這樣 第一個說那第一桶金不是一百萬三百萬 你要你要做弄到三百萬在現階段來講 他是辦得到的但是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好剛缺口上提到就是說呢 大部分人做不到的原因是因為被金錢雲弄 並不是你的工作不好你的月收入不夠 而且你發現錢就一直存不下來 為什麼 先講啊就是有些 但我認為是一個觀念 你不認為他有多重要 當你不認為不重要的時候你就沒有那個動機 沒有動機你就很難設定目標 很多人說譬如說記帳他會記帳 我常般開玩笑講這個記帳是重要 但如果也並不是最重要 那譬如說一般人都是譬如說拿到 不管了三萬三萬五四萬五萬 花了半天記帳了半天 剩下有五千塊你就存五千塊 那我認為不行 那你五萬塊的人也存五千塊 那你記帳記了半天 這個效率太差 我們通常一個習慣就是要 未來的做法是 拿到薪水 先扣下來 譬如說我們目標就是要兩萬三 每個月要存兩萬三 兩萬三裡頭可以來自於 待會我們談的就是 從哪裡來 那 重點是 我常辦開玩笑講 就是如果花八年半 每個月兩萬三 兩萬三很多人說打不到 我只有三萬五 我跟你講 絕對打得到 你要不要的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我我辦得到 你辦得到 我也辦得到 就有兩個人 我算過 我算過 我一個禮拜呢 如果我一個人 我一千塊錢就可以過了 我講給他 都不相信 我說我靠便利商店養 我一個禮拜就可以過 我跟你講 基本上 我常跟很多人講 說如果你先前面辛苦一點 兩萬三 那八年半 那投資報酬也不必很高 就是差不多台灣的0050 跟美國的標普500 就百分之七 年均報酬百分之七 那這我跟你講這個試算表 都算過了 你大概在八年半 慢一點到九年的時候 就一桶金 有一桶金我跟他講不一樣 你九 我說你九年的話相當於小學多少 三年級 我說你養一個兒子 前面嬌貴的不得了 用精尿布幫他包 但是九年之後 這小孩子開口跟你講 爸爸媽媽 現在你養我九年了 我今天開始要出去找工作 那我要養你們 你會說你養我 你可以養我多久 他說forever 你活多久我就養多久 然後呢 就帶進來的差不多不交男朋友 不交女朋友 帶進來的就是一個大學生的 就是 一個月的所得 我說 各位你九年養這麼一個金兒子 有沒有興趣 你說有沒有興趣 當然有 養你一輩子 不交男朋友 不交女朋友 而且本金還在 還在 對 本金還在 好那我們就先講 我們這個待會在第三段來講 我們先講 為什麼錢會愚弄 這麼多我看過百萬年薪的人 他沒有一桶金 我太多了 因為我做這行業 我太想 我舉個例子 我就舉 我們那個 律師好了 好吧 那上次我跟他吃飯 我嚇一跳 哇 百萬年薪的律師 沒有一桶金 第一個 律師 人家要付你一百萬年薪 這工作不會很輕鬆吧 一定要 開玩笑 很多都是責任制 不是 九 上班 交到 那下了班 你累不累 一定累 你的工作有時候工作到八九點 對吧 好 因為平常工作累 拿到薪水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說 這麼辛苦 老娘這麼辛苦 老爺辛苦 女孩子可能就買一個包包 犒賞一下 值得吧 應該吧 對不對 百萬年薪人包包都捨不得 那怎麼叫百萬年薪 先買個包包 對不對 那你的收入就出去了 然後第二個 平常工作這麼累 禮拜六要睡個美容覺吧 要吧 那 禮拜天才能一段 所以禮拜六 我們這些 你看四五萬多之外 我剛才講的那個 我那個同學的小孩 他會 我在台南開課 他跑到台南 他從台東跑到台南 我在台北開課 他從 帶著 老婆 因為那時候打折 看到機會 給小資族 一次很難得 我辦過一次 辦公益獎座 給投資 這個小白 第一桶金 那 很多人是受到啟發 但因為 蠻累的 所以我就 只辦了一次 他把老婆送來 他們在學習 怎麼理財 另外那個 百萬年薪的睡美農教 他想我百萬年薪我怕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儲蓄力 沒有學到知識 儲蓄力 儲蓄力也有一個 第三個 不會投資 不會投資 我告訴你 我曾經上過我們知道投資小白的課 只要問到南工程師有時候會問你怎麼來上課 老婆叫我來 為什麼 股市裡頭一摔 有些人設置5年7年10年的積蓄 就不見 就摔這麼一下5年7年 那他這5年7年白幹了 這時間回不去了 好所以總結下來就變成 第一個 第一個因為他不了解低桶金的重要 他沒有理財的 理財的知識 所以 有位投資大師講他說理財啊 他是要一個長時間的一個 去觀察跟他的經驗的累積 所以是越早開始越好 他不是等你想要理財的時候才開始 你可以看說第一個 百萬年級的人 第一個就是 工作一定太累 工 第一個他的 第一個收入 他的儲蓄力不高 就儲蓄力 第一個部分就打折了 然後儲蓄力不高了 第二個他又沒有理財的知識 嗯 對 那第三個他不具備投資的能力 沒有駕馭金錢的能力 所以就 以為一直可以靠著高所得 可以維持他一輩子 偏偏經常 越是高所得 就代表 你的 維持的那個穩定度 是不見得的 所以 這就叫錢於弄的 等他們發現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我們那位小朋友 會計師當然這工作不錯 但是他忙到本來以前要想考這個 財務這個 特決分 累的跟條狗一樣 已經脫離的很遠 反而我們這位小朋友 這個因為 知道要靠 理財維持他下半身 所以 省吃也減用 他買我的書還跑去買二手的 不買一手的 真的是 對不對 他不 那我就覺得 這個 這個習慣我還蠻肯定的 但是 我也 後來我也跟他講到了一個階段 你就不能老是買二手你要用錢因為你現在 手邊都有七八百萬的這個帳戶了 你就要拿錢 來買時間 你不能再花那個去找 二手書多花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那你的省個100塊 那也不值得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錢會不會愚弄的 遺忘了太多 我上次在淡江大學是一個演完演講完 有一位專從從台北好像是內府的開車去那邊聽 他下來個個都問我我一聽 年薪不是100萬 還200萬 我現在在 我們的 學院裡頭 都有年薪這個一兩百萬入不敷出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 所以為什麼錢會愚弄的 他以為錢賺得多就花得多 這就是美國職業籃球隊很多不是籃球隊任何 任何球隊 職業運動員都破產 都破產 因為收入太高但他們都沒有駕馭 駕馭金錢的能力 都被錢愚弄 沒錯 就一樣 完全一樣 我只是把他拉到你看的白頂階級 當我發現律師 會計師還比較少 但會計師有很多都過於保守 因為他們的 專業信領裡頭都是左邊平衡 右邊平衡 左邊兩邊要平衡 平衡來平衡去 反而不敢進入了股市裡頭了解 經濟投資的運作 你看我剛講了 會計師 你看 原本還想 去考 證券分析式的 就陷入了整個 整個文書作業裡頭 你看律師 也是一樣 所以你看這麼多美女主播 反而是我們這位外佬 外勞的這個 老公 老公 你看 他老婆 你看剛剛這 5萬塊美金 現在已經 我認為應該超過10萬 可能在15萬美金 你看到結果沒有 一邊已經開始怎麼樣 開始有人替他幹活 脫離底部了 脫離底部之後 這就開始 有上升期 對 好當然很多人都一直在在底部啦 對 剛剛吹牛上講的 你說 百萬年年輕 當在我這年紀來講當然並不算什麼 200萬年輕 對我來講也不算什麼 可是我們經過那過程就知道 當你收入高的時候啊 你會你會產生這種幻覺 你會以為你一直都可以這麼高 這這第1個就潛在愚弄你的是因為 你你會以為我現在竟然可以那麼多 將來會越來越多不一定 不一定 尤其到了某個高峰期之後 特別如果你是一些的 專業工作 比如說我們我們的工作 勞健保要自己付 你的退休要自己準備 你什麼時候突然間的你的工作出了大問題 你不知道 或者到了這年紀的時候 周圍有些人 中風 病痛 突然間的就 就沒有你失去了工作能力的時候你都沒有準備 你千萬不要有那個幻覺 就是收入 高收入容易產生 幻覺也容易產生 單膩 你會覺得我已經開始花花得起了 開始要提早要滿足自己的一些物質欲望 他都會傷到了你本身的儲蓄力 我不是不可以消費了 我只是說 你面有一些的幻覺是需要你透過正確的態度去克服的 好在我們現場的是缺油商 來我們進廣告 廣告回頭 讓缺油商講 第三段 非得不往非得早餐 我是人家龍 來星期三的時間 缺油商的時間 好了最後一段 來我們要 要怎麼教你年輕人 基本上 我說那個 你知道洛克菲勒有一句名言 他說你把我全身都 扒光丟在沙漠裡頭 只要一對商旅 就是有經商的這個 駱駝隊 經過 我就可以東山再起 你像 湘龍剛才講的 你應該也會 經過那個日子 所以 這個是 為什麼 我會很清楚 我真的 你現在把我歸零 就是我的銀行存款 整個磨掉 我 一樣可以東山再起 因為我的腦袋還在 而且知道怎麼去強那個低筒 那低筒金重要 一般來講 我們剛才講已經錢會雲弄的 因為我知道他很重要 他 就有點像這個 洛曼蒂登陸 我常講那個 你看那個電影 那個 有些 戰士還沒有 還沒有 踩在沙灘 那個 子彈就飛射過 如果你的鋼盔 你的槍掉了 你一定會想辦法 去搶那個槍 因為沒有槍 你大概 你上岸都沒用 所以低筒金對我來講 那一般低筒金 我們講兩萬三 哪怕是我說 基本底薪三萬塊的人都可以 那 第一個 他有四個 加速低筒金的方向 第一個是專業 專業是自己 投資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你這個本絕對不能丟 剛因為在 廣告期間跟湘龍小聊了一下 在湘龍 湘龍這個 薪水在 當時在中時 很高的 領了很高的 那個時候來 那個時候來 但是 你做對的事情 你絕對在你的專業上 做出令人 長官 非常 非你不可的工作 要不然你的薪水 會拉到這麼高 這就是投資專業 對啊 專業上是無可取 你要做到無可取代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裡頭 我常辦開玩笑 因為 明天我大概 過幾天要去企業講課 那個 我常辦開玩笑講 企業的員工如果不會理財 這個公司的效率是很差的 沒有工作效率 上班的時候 在看手機 或者什麼 下檔 哪一檔股票 或者有些人 我設置了 有些人是前一天晚上看美股 工程師 第二天精神根本就不好 這些都是理財上 其實長官其實都知道 其實 我常辦開玩笑 都知道你是誰 我以前有一個 我在美國的 忠生忠神 他是公司的一個director 嬌生公司 禮拜 上次禮拜六 我們吃完飯 他說要趕回公司 我都幹嘛 公司要裁員 先把資料檔案就調出來 平常 你 你到哪個網站 去看做什麼事的 就有 所以投資自己是最重要的 好 因為 而且 洛貝爾經濟學講也講過 一個得主要講 這個好像是Simon 他就談到 叫十年定律 你要在你的 工作上 相當出類拔萃 你大概需要經過一個 十年的歷練 那蕭隆你可能例外 你下的功夫 所以第一個投資 自己的專業 我有一位 這個專業裡頭 你就 勢必 你 公司會 你要做到這個 不要小眼睛小鼻子的 就是公司給你多少錢 你才可以做多少事 那你在論金 蹭量 你應該做到 讓公司絕對非你不可 這個工作 非你不可 那你要不加薪 或不給你工作獎金 那個機會 大概都很難 好這第一個是專業 那我先講 專業來講的話 比如說一個三萬以下的人 月薪三萬以下的人 給你的目標就是 你每個月呢 大概存一萬塊錢 這做得到 應該做得到 絕對做得到 三成 剩下的一萬三呢 你到哪裡 就到第2個 第3個就副業 我們第2個講的是 第1個是創業 4個方向 第1個是專業 第2個是創業 創業如果要成功 挖的不是第1桶 那這一座金山 但是一旦失敗 屁股兩個字就破產 所以專業 我們今天不打算 花太多時間在這裡 因為那個是另外一門 有興趣的時候 因為 專業 存活力不到10% 5年下來不到10% 比美國總統 被槍擊的機率 都 都還跟那個 都還高 所以 那個創業是 最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機率 這個部分 但是創業 我們常講 可以從你的專業延伸過來 我們會鼓勵你要創業的話 盡量從專業延伸過來 舉例來講像那個 你知道YouTube的創辦人 有一個華裔的 陳世俊 陳世俊 他當時應該假如沒有記錯 好像是在 那個 Ebay Ebay就是 相關的這個 電子 財務 那觀察到 沒有 沒有一個 影片 其中有一個 地方 你想看以前的 影片或什麼 沒有 所以他出錢 然後好像有兩位 找了兩位 就在家的 車庫裡頭開始 然後 他 用信用卡 他去租 最大的 開支 就是伺服器 對 這麼多影片要進來 要存 他就用他的信用卡 換 這個信用卡 好像六個月 免信用卡 免利率 一到了 又開始 換 他就一直不停的 一二十張信用卡 在那邊轉 後來找到 天使基金 的時候 100萬美金 進來的時候 哇 他一個月一年不過五萬塊的伺服器的費用 100萬 夠你用20年了 那就整個就脫離困境 好 他的部分也是從他的專業裡頭的觀察延伸 好我們再講好了 微軟 Bear Gates Bear Gates在高中的時候他那個那個High School的時候就已經有電腦讓他玩了 包含了那個賈博斯 那個貝卓斯 這個Facebook 他在念哈佛的時候就已經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甚至可以去做買賣 所以專業 不要看他們創業好像天馬行空就過來了沒有 很多人是專業 創業是從專業延伸過來 這樣最安全 但是專業的問題我們今天不打人家 因為那是挖一座金山不是挖一桶金 跟我們今天目標稍微 那個 第三個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叫副業 副業 那我們剛才講三萬塊錢 薪水 你說老師可能嗎 我就講給你聽 三萬塊月薪的人 存一萬塊 一萬三 從這個 副業來 副業從你的興趣開始 你的專業也可以 從你的專業 我舉個例子 我上次我們有個 這個來上課的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 他說老師 我怎麼啟動我這個副業 我說你學什麼 他說我現在是 在公司部門是會計 那就會計助 那我說你會計 那你可以幫人家記帳 那就去考個記帳式 不難 對吧 因為你是會計系畢業的 那考記帳式 那怎麼開始 他們會做這個 但是他不會行銷 我說你就從臉書上開始 對不對 可以教導別人說 什麼叫 什麼叫 會計的準則 什麼東西 你教一些 大家有興趣的知識 搞不好今天有一個追蹤的 兩個追蹤的 慢慢你再告訴他 我現在開始成立了 這個記帳式 也可以幫一些 小企業剛開始 做你的顧問免費 做一下也可以 附近的小雜貨店 或者這個 小餐廳 他也有需要 而且那天他講的說他行銷不行 剛好我們那天裡頭 就有誰 我說那你們可以組成一團 有一個叫 Product Manager 他對產品熟悉 這些人的語言表達能力就很強 因為他溝通 還有Project Manager 對不對 我說還有人裡面 喜歡跟人家做客服的 也再來 我說你們就組成一個team 有人去幫他 接單 去開發單子 可以抽成啊 比如說他接一個客戶 記帳 假設 會計師 比如說是3萬 他們搞不好便宜一點 1萬2萬 那我說你們每接一個案子 抽個2030%嘛 對不對 不要負你底薪 你們互相嘛 我說你自己成立工作室 你這個Product Manager 你這個 行銷的人員 你以後成立工作室 你現在也可以幫你記帳 你們就以物易物 以你的專業 對付了交易 那你就是不是可以形成一個team 有人裡面還會做網頁的 那你是不是就變成一個 創業的小組 我說那你 你看 多1萬3他只要再多 增加個 的這個10個客戶 這1萬3的副業就完成 嗯 對吧 那這個只是 那 很多人還有 什麼行業都可以做得到 我舉個例子 我上次在 中央大學演講 我就跟年輕朋友講說要第一桶金 那基本上他們說怎麼可能 我說依你的興趣 你看 副業有人設置喜歡養貓養狗的 你可以做 寵物你的房間你都可以寵物旅館 沒錯 是不是 那現在有些人 照顧那個狗兒子 那比 比那個錢是捨得花的 所以1萬3不困難 再做一個最不大的 我上次在上電視節目在講的時候 我說最差最差 你現在去洗個碗盤 你在附近找一下你喜歡的餐廳 洗碗工 洗碗工 一小時 160好了 不算160 你一天洗一個160 然後你還可以免費吃一個便當 搞不好你表現好 那個還給你帶一個便當回家 你看160再撐就300多了 對不對 如果你願意 中午跟晚上各洗一個小時 你一天超過500 不要多20天 1萬 達到標準了 達標了 接近了 那我那天講完的時候那個攝影師說 哇今天 聽得卓老師 我也要去做到那個 對 主播罵他 老是要你舉一反三 你一小時去剪輯影片都1000塊 你幹嘛去洗一個150 沒有 老是是 舉一反三 我的意思就是說 人家說上帝不造廢人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哪怕是 我剛才講任何專業都沒有的話 你洗碗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好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跟區路上只能聊聊到這 不過區路上 如何教年紀人存到第一桶金 我希望區路上之後呢 也能夠想想像我這種老人家呢 還能夠怎麼樣去理財 我覺得有很多的老人 晚年我很替他們擔心 到了這年紀呢 手上的沒有沒有什麼東西怎麼辦 好那如果還有一點點餘錢的時候呢 如何讓自己的晚年呢 過得稍微的靠譜一點 這以後的事 不過呢這個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華爾街操盤手的第一堂的財務規劃課 那的書還沒有出了 你之後呢等的等等書 缺後上的書 但是呢你已經可以開始呢 開始準備呢去去去買影片 那他已經把他的這些呢 這些的講課的影片呢 都已經拍好了 那這個講課的影片了之後呢 你等等他們的這個 就是說呢 Promo 出來的之後 那那要用哪裡去去注意這個Promo 可能我臉書啊 我的臉書可能會公告 那這個是最簡單的方式 你也不能放在你這裡 對你就你就你就跟著 他的Facebook的官網 那美國右上成長基金的經理人 在他官網上面來講的 等到他的訊息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開開始 先呢 先看影片 看完了之後呢 再看再看書 那有一些詳細的一些的細節的部分呢 我覺得你可以在官網上面的 流化 那跟缺後上的可以交換意見 感謝今天到我們現場的缺後上 謝謝謝謝 希望大家這個年輕人都有一桶金 對 300萬 來進廣告 回頭新聞 懶殖 你 我 我 我们下期再见